好 那我們現在要先去吃飯 因為在這邊 那等一下我們要在這個車站 紀錄車站前面這附近吃飯 那等一下麻煩你們跟我要走好 因為我們要進這個商店街 那先說村主 我們是來這裡的地方吃飯 那你們要買東西什麼的 剛才有人在問什麼藥莊那些 是在第五天 因為我們會去新齋橋 第五天那時候 我們下午都在新齋橋 那你自己看 那當然你有問我的人 我就會回答你 那如果你要買便宜 你就到新齋橋 當然你就要在這個地方看到 你不買很辛苦 你要去買那也OK 可是你不要到新齋橋 又在那邊堆心肝 然後又在那邊說 都沒有說 不是沒有說 聽好 那你就自己看一下 因為還有蠻多天的 然後這個積錄層 蠻漂亮的吧 因為它算是 你看它這麼明顯 然後就是積錄的人 把它當作真正是個寶 因為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當時的時候 它這麼明顯 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家這邊都會有經過那一種 就是會這麼明顯 那其實呢 曾經很多次就是 那個飛機都已經在這 浮亭在那邊堂 那你想 那看你面堅住 這麼明顯 近年 近年 都沒有去到 你知道意思嗎 他們當時的 太大方采 就想說差不多 沒去 因為太明顯了 你如果說 睡一睡就算了 結果就不知道怎麼搞的 全部都 就是沒有保留 保留的這樣子 都沒有去到 他們覺得很神奇 那你們有沒有上天守閣 大方有起點嗎 天守閣那看著什麼 快樂有一個神社 那邊有一個神社 傳說那邊的話 就是有一個女妖 女妖在那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是守護這個 紀錄層 所以在那邊弄個神社 弄個神社 然後他們就說 這裡有個銀杏 台灣的時候 馬祖會保留 然後他們就開玩笑說 開玩笑說這邊的話 他們的那個也是要保護 保護 保護讓這個 那個把子彈都這樣揮上 所以都沒有投到這個紀錄層 這個紀錄層 來然後呢 蠻快的 等一下一起讀 還有那個局景的故事等一下再說 來這個銀杏書很漂亮 現在開始在漏了 那個葉子開始在掉了 像黃金大道一樣蠻漂亮的 來那等一下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邊 銀杏 你們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等一下你下車的時候 還是在驚過的時候 坐在銀杏書旁邊的時候 你有聞到臭臭的味道 請你注意一下 臭臭的 那就是銀杏的那個果實 那請不要把那個果實帶上車 因為真的拿像高曬的味道 如果你帶上車 三天味道都不會散 因為你來日本 可能很多人去帶到高曬 你帶到高曬 你帶到馬上潛樂透了 不過呢 有很多人都很奇怪 像這幾天你們都會遇到 為什麼會有臭臭那個味道 那個就是銀杏 銀杏 我們叫白鉤 其實銀杏的時候它的果實是綠色的 然後它開始變的時候 變成黃色的 我們會稍微暖暖的 就像我們說 你會這樣軟掉的時候 會暖暖的 但是裡面那個白鉤就是 裡面的殼是白色的 你要把它廢開的時候 裡面的殼就是白色的 裡面的肉是黃色的 所以就是要那個白色的殼的肉 不過那層很臭 如果你有聞到那個味道 腳在走路的時候也小心一點 因為只要踩到 三缸 而且帶上車子 車上都會有那個香味 就是非常的香 所以什麼就是都很好 沒有絕對 你看它的漂亮 它在那邊很漂亮 但是那個果實的時候 就蠻討厭的 那我們準備下車囉 來,我們準備要下車吃飯了 來,我們準備要下車吃飯了 我早上,因為在公司先 我都不能練習到 那邊 如果我們要吃飯 我們應該吃飯 就可以拿來吃飯 吃飯 吃飯 你吃飯